Lesson 3 on page 19 第十九页的第三课 Lesson 3 How to Tell Time 这课书讲一个很实用的课文 怎么样讲时间 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太空的时代 非常讲究时间 所以常常要问到你现在几点呢 你明天几点钟起床呢 把你那个alarm clock 把你那个闹钟set到几点 set S-E-T 那么这些都需要讲时间 现在讲时间比较方便多了 只要能够对方听得懂 你都可以用各种的方法来讲 但是英文里面他都要用讲时间 Tell Time 都记得这两个字 绝对不可以用say time speak time say也是说 speak也是说 但是都不行 都要用tell time 你拿一个手表 买了个手表 过这个圣诞节的时候 问这个小弟样我给你买个手表 你才四岁 是不是 can you tell time 你会不会tell time 讲时间呢 其实中国话 这句话最好讲 你认不认得表啊 这是中国人的说法 下面我们就看 part one useful expressions 有用的词句 首先我们给各位介绍的 就是在这个钟表上面 它是怎么样来讲 一点钟两点钟整整的这个点 右面不是有个表吗 就看那个表是指的七点半 七点半就是seven thirty 或者是half past six half past seven 这些都是这两种 同样的说法 不是half past多少 就是多少 thirty 这个钟表上面有十二个数目字 对不对 有的钟表上面没有数目字 只是有一些点点都有 这个钟表右面是有两根针 英文里面这个针 就是我们的手啊hand 那么长的那根针是分针 分针英文叫做minute hand 短的那根针叫做时针 英文就是hour hand 这两根针在什么地方呢 在钟表的脸上 长在它的脸上 on the face of the clock clock也可以 这个watch也可以 on the face of the clock 在这个钟的表面上这样讲 如果还有一根针的话 就是讲指出来几秒几秒的那根针 英文叫做second hand second second就是第二 hand就是手 不是二手货 不过二手货也是这么讲啊 second hand的东西 不过这个是秒针 各位记到 我们既然学了这个讲时间 这一个钟表的表面上的三根针 你要把它记到 好了 现在我们就开始讲这个 useful expressions 第一组 A 专门讲整点怎么说 整点 通常开始的时候就是讲 it is one o'clock it is代表现在的时间时 为什么it就代表现在的时间时呢 这个也是很妙 因为英文里面用这个it 代表时间 代表重量 代表距离 都可以用it it is 因为这里是用is 是现在时 it又代表了时间 所以现在的时间时 为什么现在就在is里面 因为is是现在时 当然是现在的时间 是one o'clock 我问你what time is it 现在是几点呢 你讲one o'clock 也可以啊 两个字 但是it's one it's one o'clock 但这样子讲比较规矩 又好听 又有礼貌 但讲one o'clock 有点不太礼貌 第二 it is two o'clock 是现在的时间是两点钟 two o'clock 在后面这个点钟这个字最重要的 你念的时候你 a clock clock 那个l o 那个o地方最重 那个o念a clock 怎么这么奇怪 我们从前学的字 通常一个字没有一个点在中间 现在这一个字中间还有个点 它的来源是这样子的 最初发明钟表的时候 那么没有这一个 说钟表点钟怎么讲的 还没有这个名词 因为没有钟表 自从这一个 Galileo 意大利的那个什么潜力略 它发明发明了这个钟摆定律之后 这个钟表就发明出来了 发明出来以后 把这个钟表上有个一 有个二 有个三 这个怎么办呢 就叫 it is one of the clock 现在是那个clock上面的one it is two of the clock 用of the clock来讲 是钟表上的三 现在已经到 那讲久了 因为讲时间的 那个off the clock的三个字 就不都合在一起 就是 o clock就完了 off的 f的后面一半也 省掉了 那个the也没有了 所以三个字变成了一个字 当然 上面打一撇就代表 省掉了 省掉了中间的几个东西 这么一个来源 所以这个字就比较怪了一点 三点钟 前面两个字可以合起来讲 it's three o'clock 四点钟 it's four o'clock 五点 没有五点 it's eight o'clock 八点钟 it's twelve o'clock 十二点钟 我们平常讲 就是十二点钟 就到了最后一个了 然后再讲一点 两点 三点 讲十三点钟的人不多了 除非军人 喜欢讲十三点多少 平常他们在日常绘画 跟他们太太 跟他们的儿子女儿讲话 他们也不讲十三点 不过军人跟军人之间 常常讲十三点多少 十四点二十五分 这是另外的一种说法 现在再看 it's twelve o'clock 是十二点 it's twelve noon 十二点分两个 一个是twelve noon 另外一个是twelve midnight 所以noon就是正午 中午的十二点 就是正午 中午敲十二点的时候 it's twelve noon 在广播电台报告时间 经常这么讲 it's twelve noon it's twelve midnight 到半夜的时候 那么他要报时间的时候 now it's twelve midnight midnight就是午夜 半夜 这是有两个十二点 其实每一个点中都有两个 只有这个十二点的时候 后面加一个noon 就是正午 因为别的也不能加noon 十一点都不是noon 十点更不是noon 只有十二点才可以这么加 下面第七条就是 it's ten a.m ten a.m 就是早上的 上午的十点 a.m 等一下我们会有这种介绍 它是哪一种文字来的 本来这两个字是什么 现在你就讲 before noon最好 是早上的 a.m 到了中午以后 中午十二点 敲过了以后 那么这个时间就变成pm pm就变成下午了 it's ten a.m 就是早上的十点 it's ten p.m 那就是晚上的十点 所有的点中 除了刚刚讲那个十二点之外 十二点没有am pm 大家 it's twelve noon 这么讲比较好 it's twelve midnight 因为敲呢一中 中一敲 正好就从am变成pm 再一敲从pm变成am 所以呢 十二点的时候不讲ampm 其他别的时间 怕你不知道 这个ten 十点到底是am 是早上的 还是晚上 就加一个ampm it's six o'clock am 把这个o'clock 讲出来也可以 那就是早上的六点 it's six o'clock pm 那就是晚上的六点 这些都是希望各位 能够记到整点 怎么说 我们再介绍一组 那就是整点 几点整几点整的说法 不单是整点 整得不得了 怎么整呢 我们中国话讲十二点整 那么这个整字 英文呢 不是一个字 好像我们中国话 没有第二个字 六点整 八点整 都是那个整就完了 可是英文 你看它有几个说法 第一个 it's six o'clock sharp sharp也整 sharp很尖 尖尖的 就指在那个六点上 大概是这个意思 第二个整 it's six o'clock on the dot dot就是一个点点 那个钟表上常常有很多点 黑点点 正点的是个大点点 旁边这个小点 是不是 那个点就是个 dot 六点 正指在那个点上 就是on the dot 是六点整 it's exactly six o'clock exactly是不多不少 就是exactly 六点是不多不少的正六点 it's six o'clock even even也是整 从前我们讲过一次 好像讲十块钱整 那就是ten dollars even 这些地方希望各位都能够知道 整点怎么讲 我们现在看c这一条 就是几点过几分怎么讲 第一条就是三点五分 然后怎么讲呢 开头最好讲it is 不讲也可以 it's现在的时间是 five minutes minutes这个字就是分 在这再提醒各位一下 这个分钟的分 念的时候不要念 mi mo y mi nu就是new 不是new 是nu也是ne的声音 u就念e的短音 很怪啊 这个外国字 这个英文的发音不讲理的 就念minute 不要念minute就不对了 minute 还有另外的意思了 minutes five minutes after three five minutes 是五分钟 after是之后 在哪之后 在三之后 三点 以后面的五分 那是三点五分 five minutes past three past也是过去了 五分钟 过了三点 另外一种讲法 就是it's five five after three 所以这里讲 after three past three 都是在三点以后 不过这里 five后面 minutes 不要也可以 five after three 大概这种讲法最多了 或者是讲 five past three 下面这个 three five 用的还是不多 本来是 three fifteen 用的很多了 三十五 three fourteen 也可以 三十四 可是 因为这两个 three five 太短了 所以 大家用的就比较少 所以用 five after three 比较多一点 下面 再讲第二条 七点十五分 讲到了十五分的时候 花样就更多了 为什么呢 因为十五分可以讲 fifteen minutes 也可以用 a quarter 所以呢 这种说法又加倍了 你看有几种说法 都是七点十五分 起码有七八种了 你看第一种 it's fifteen minutes after seven it's fifteen past seven 加个 minutes 也可以 不加minutes 也可以 fifteen minutes past seven 当然也对 it's a quarter after seven it's a quarter past seven 那么最后讲 it's seven fifteen 这个讲法 最近很流行 现在我们在讲 第三组 八点 二十五分 it's twenty five after eight 这里都省掉了 twenty five minute minute 都没有加 it's twenty five past age it's eight twenty five 这里省略了 把那个minute都没有加 it's eight twenty five 这样说法最简单 最快 下面 第一这一组就是 几点半的说法 几点半的说法就两种 这里写了四句话 就是两个一样 两个一样 it's half past two 两点半 it's two thirty half 是一半 过去我们读英国英文都读half half 那么现在读half和half 那么第三个字母那个l是没有声音的 各位不要太认真的一定要把l发出来 那个没有声音 half half 到英国你就讲half past 过去也不讲pass 就讲past 现在美国人呢past half past two two thirty 如果是十点半 如果是十点半 就是half past ten 或者是 ten thirty 都可以 这是几点半 几点半的讲法 就这两种 爱讲哪个都可以 都很流行了 这两种 因为都很短 再看一这一条 是 几 差几分到几点 还有 二十分就到八点 还有几分到几点 现在 比如说第一条讲六点三十五分 六点三十五分怎么讲呢 it's twenty five to seven 最好这么讲 还有二十五分钟就到七点了 twenty five to seven 这些美国人呢 都是算的蛮快 还有这个二十分 七点四十了 他就算的很快 还有二十分钟到八点 那么算这个钟表都蛮会算的 你知道这个老美他算账的时候给你百货公司 我们上一本书还给你表演过了 你买了这个三块钱的东西 你给他二十块 他怎么找你钱 因为他们不会算那个账 他们就给你这个三块钱找你十七块 他不是这么说 他说好 你三块现在给你一块 四块五块六块七块 一直数到二十块 好 你刚刚给我二十块 现在二十块又还你了 加上你那个东西的钱 他们这样算账 好像他要讲 你给我二十块 我该给你十七块 他脑筋里也减不出来 可是算这个钟表 他们都算的蛮快 现在我们看二十页 二十页上面在讲 It's twenty-five of seven 那么这个差几分到几年 这种说法还很多了 有的是to 有的是off也可以 你记得 off就等于to twenty-five of seven 就等于twenty-five to seven twenty-five before seven 你看这里有四个阶系词可以用 twenty-five 二十五分 before seven 在七点之前 twenty-five till seven till是直到 还有二十五分钟才能到七点 It's six thirty-five 六点三十五分 six thirty-five 这个就照算了 六点三十五 第二条 讲到 九点三刻 九点三刻怎么讲呢 这个三刻可以讲 three quarters 但是呢 在这里啊 已经到了三刻 就是还有一刻钟就到下一个钟头了 最好还是讲a quarter 不要讲three quarters after几点 人家还是听得懂了 不过是太啰嗦了 现在九点三刻 很容易算 就是it's fifteen minutes to pen fifteen minutes to ten it's fifteen minutes off ten it's fifteen minutes before ten minutes不要也可以 那么这么通通算出来可能性可能有二十句了 加minutes的 不加minutes的 用to的 用off的 还是用before 用till都可以 it's fifteen till ten 那么再加上一串 什么呢 it's a quarter a quarter to ten a quarter of ten a quarter before ten 这个before都没有了 a quarter till ten 都可以算上去 所以我们说九点三刻 这种说法有十几二十个样子 都对 没有一个不对 但是最好我想还是讲a quarter to ten 比较最快 fifteen to ten 也是可以 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是最好的方法 最后就是讲 it's nine forty five 这种讲法也通 但是说的人比较少 a quarter to ten fifteen to ten 这种最好 这就是我们倒数第三句 这里没有fifteen to ten fifteen to ten 是第一句话了 那多了个minutes it's fifteen minutes to ten 把那个minutes去掉也差不多了 所以第一句话和倒数第三句 我想把前面的一次也去掉 都可以 是最简单 最省事的 下面第三条 就是讲十一点呢 五十分 再过十分钟就十二点了 那怎么讲呢 怎么讲 it's ten to twelve it's ten of twelve it's eleven fifty 你可以这么讲 十一点五十 it's eleven fifty 那么这里我们都是用最简单的方法 我想各位都是很灵光的人啊 不灵光还跑到美国来嘛 所以呢我们把上面讲的啰哩啰嗦的就没有讲 it's ten minutes to twelve it's ten minutes of twelve 那么这些都简略了 那么这些都简略了 都不要再重复了 最后我们看f这一条 就是问人家 现在是几点几分呢 你要问人家怎么问呢 第一个 最常用的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几点几分呢 那个now不加上去也对 因为我们前面曾经讲过 it就代表时间 既然用is it is就是现在嘛 所以现在就含在里面 但是这四个字或者是五个字 它的语调你知道怎么讲吗 第二个字最高 what是平的 time是最高 is it就是最低了 试试看 what time is it now 第二句话 what time is it is it很低吧 time最高 what是平的 这是我们讲几点了 现在几点钟 就是这么问 第三 what time is it please 这个please加上去更好了 就是请问 请问几点了 what time is it please what's the time please 几点钟了 请问几点钟了 what's the time 现在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啊 就这个意思啊 请问 please就是请问 现在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啊 第五 what time do you have 诶 你的表几点了 大概就这个意思啊 what time do you have 诶 你看我自己的表啊 该是七点钟了 怎么才六点呢 我觉得不对 我问你 what time do you have 你有几点钟 意思就是说 你的表几点了 就这个意思 有点我没代表 也可以问你 what time do you have 诶 请问 你的表几点 接着再看下面 一条 就是 what time is it by your watch by your watch 就是按照你的手表 按照你的手表来讲 what time is it 现在是几点了 诶 你的表几点了 就这个意思 第七条 what time is it by that clock 诶 你坐在那个 时钟的 这个下面 你一抬头就看到了 我看不见 我就问你 what time is it by that clock 诶 按照那个钟呢 现在是几点 第八条 do you have the time 也可以问 诶 你有没有时间呢 你有没有时间 这句话 你有没有代表啊 请问你是几点呢 一样的意思 do you have the time yes I do it's 10.30 这么告诉你 这是我们 就是说 你会讲时间了 你还要会问呢 到底问人家的时候 怎么讲 但是你讲两个字 也可以 what time 这个不客气啊 你给自己家里的人讲 你可以 what time 几点了 最好讲 what time is it 意思是很短了嘛 所以你不要 太省事了 这两个字都不讲 有点不太礼貌 what time is it 再加个please 那更好了 我们跟外国人 洋人 处朋友 有的是很不容易冲得很密切 那个please 还常常加上去 好 最后 还有一个练习在右面 可以看 G这一条 就是what time is it 我要问你第一个 what time is it 第一个钟表 请你讲一下 那么现在是几点呢 这个钟表 画得有点不大准确 所以有的时候 我就告诉你好了 我说大概这个样子 你就这个样子 你说现在是 这一个 还有15分钟到5点 这么讲 快到5点了吗 还有15分钟到5点 有好几个讲法 我问你 number one what time is it 你讲 It's 15 minutes to 5 It's a quarter to 5 It's a quarter of 5 It's 10 minutes of 5 before 5 to 5都可以 简直是说不完了 这是第一个图 再问你第二个图 what time is it what time is it 看不出来哪个长 哪个短 好像十点 十点多了 是不是 你讲十点半 我问你 what time is it 你讲十点半 就有两个讲法 你都讲一下 It's 10.30 对了 It's half past 10 好 有三个钟表 比较好看 正好七点整 你讲 我问你 你讲七点了 怎么讲 试试看 what time is it 对 你讲得很对 It's 7 o'clock 你讲 It's 7 也可以 你讲一个七点整 对 It's 7 o'clock sharp 再看第四个图 我再问你 what time is it 对了 三点了 你怎么讲 It's 3 o'clock 这是我们第一组 学的几点整的讲法 It's 3 o'clock 第二组怎么学的呢 正正的几点 不多不少 你把几个讲法都说出来 好像四个五个讲法 三点整 试试看 对了 你讲 It's 3 o'clock sharp 还有 It's 3 on the dot 还有 It's exactly 所以3 o'clock 还有一个 用那个even Even 对了 It's 3 o'clock even 你都可以回答 我问你第四个 what time is it 你可以有五个回答的方法 It's 3 o'clock 在讲那上 那四个 四点整的都讲 三点整的都讲出来 一共就五个讲法 第五个图呢 讲法就不太多了 你看 我问你what time is it number five 第五个图 你就回答 It's 12 o'clock 可以了 你讲 It's 12 noon 最好 为什么呢 有个大太阳 你看到吗 太阳公公在旁边 你就讲 It's 12 o'clock It's 12 noon 最好 下面第六个图 又是十二点 这个十二点呢 旁边有一个月亮 所以呢 我们就讲 我问你 what time is it 你讲 It's 12 midnight It's 12 midnight 那么你讲 It's 12 o'clock 当然也可以 那旁边画一个月亮 干什么呢 你当然要把这个月亮 讲出来 就是 It's 12 midnight 现在再讲第七个 第七个就问你 what time is it 正好是五点钟 你讲 It's 5 o'clock It's 5 o'clock sharp 都可以了 那个sharp 我们已经练习过好多次了 不要再练了 那第八 第八就是 我问你 what time is it 你告诉我两点半 两点半也很好讲 It's 2 30 还有一个 It's half past two 好的 差不多了 我想我们把这些整点的也说了 几点差几分的也说了 几点过几分也说了 应该拿一个手表就可以把它说得出来了 我知道 还有一个缺点 就是说拿个手表来说时间 说得很慢 半天说不出来 那么你要练习个一百次 试试看就快多了 下面我们再请美国老师 从前面一直带着各位 读这个第十九页和二十页的课问 Lesson 3 How to tell time Part 1 Useful expressions A 1 It is 1 o'clock 2 It is 2 o'clock 3 It's 3 o'clock 4 It's 4 o'clock 5 It's 8 o'clock 6 It's 12 o'clock It's 12 noon It's 12 midnight 7 7 It's 10 a.m 8 It's 10 p.m 9 It's 6 o'clock A.m 10 It's 6 o'clock P.m B 1 It's 6 o'clock Sharp 2 It's 6 o'clock On the dot 3 It's exactly 6 o'clock 4 It's 6 o'clock Even C Number 1 It's 5 minutes After 3 It's 5 minutes Past 3 It's 5 After 3 It's 5 Past 3 It's 3 5 2 It's 15 minutes After 7 It's 15 Past 7 It'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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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3 It's 25 After 8 It's 25 Past 8 It's 8 25 D D It's Half Past 2 It's 2 30 It's Half Past 10 It's 1030 E, number 1 It's 25 to 7 It's 25 of 7 It's 25 before 7 It's 25 till 7 It's 635 2 It's 15 minutes to 10 It's 15 minutes of 10 It's 15 before 10 It's 15 till 10 It's a quarter to 10 It's a quarter of 10 It's 945 3 It's 10 to 12 It's 10 of 12 It's 1150 F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What time is it? 3. What time is it, please? 4. What's the time, please? 5. What time do you have? 6. What time is it by your watch? 7. What time is it by that clock? 8. Do you have the time? G. What time is it? 1. 15 to 5 2. 1030 3. 7 4. 3 o'clock 5. 12 noon 6. 12 midnight 7. It's 5 o'clock 7. It's 5 o'clock 8. 2 30 下面请各位看第21页上面的课文 第2号检查 中文字幕摄写 9.第2号检查 中文字幕摄写 中文字幕摄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